在美國的攻擊事件中 蓬佩奧週五接受福克斯新聞專訪 指出蘇萊曼尼之前正在中東遊走 策劃一起大型的攻擊事件 蓬佩奧表示 他無法透露美國掌握情報的細節 不過 美軍的行動有充分的理由 有批評聲音說 川普政府此次攻擊缺少全局戰略 蓬佩奧認為這是故意忽略事實 蓬佩奧還說 歐洲各國需要理解美國的做法 並在穩定中東局勢上起到應有的作用 週五 美國海軍陸戰隊加入了保護美國駐巴格達使館的任務 同時 美軍正派遣3000多名士兵前往中東應對緊張局勢 美國國防部在一則聲明中向英文大紀元確認 已派出美國第82空降師的緊急應急旅前往中東 聲明中說 該部隊被派往科威特 以適當應對和預防針對美國人 和美國設施的升級威脅 目前 美國政府已敦促美國人立即離開伊拉克 巴格達使館已經關閉 並停止了所有的使館服務 新唐人記者林宇綜合報導 武器公司入判 私等於世紀也記者在慈藥中 留意了 武器公司入判 武器公司破壞 無形容 武器公司入判